朋友们好,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我们高血压患者容易出现中风的并发症 尤其对于我们中国人 这是中风的发生率远高于国外 它发生中风的主要原因在哪里呢 我总结主要有三条 其中第三条最为关键 希望你能够了解 并且我会告诉你解决的办法 第一点容易导致中风的原因 就是血压忽高忽低,血压不稳定 当我们血压控制不稳定的时候 出现很大的波动 会出现两个问题 一个呢,如果血压过高 会导致血管的破裂 像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 早晨起床血压特别高 结果呢会出现脑出血的并发症 但是如果血压不稳定 在夜间血压明显偏低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会出现 这个夜间血压过低 血流缓慢 会出现脑梗塞的并发症 我们不少患者睡觉之后 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肢体 一侧肢体不能动 出现了偏瘫 这很可能是因为血压不稳定 导致的这个中风的出现 因此我们高血压的患者 第一个要保证血压的达标 就是最好把血压控制的 140-90毫米拱住以下 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平稳降压 一定要讲究把这个血压呢 用药 让它尽可能平稳 要首选这个长效药物 不要选择一些短效的 让这个血压的波动比较大 平时呢要注意血压的监测 看看哪个时段高 我们调整用药的时间点 来尽可能实现我们的平稳降压 第二个方面容易导致中风的 就是我们的高炎高脂饮食 我们医生呢对高血压患者 都要求患者长期的低炎低脂饮食 但是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呢 他并不注意 经常饮食方面会高炎高脂 每天吃盐很多 并且呢吃的东西比较油腻 经常在外面硬 当这个多个心血管危险因素 在你的身体集中表现的时候 那么你就非常容易出现 心脑血管的并发症 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高血压患者 尽可能的要控制自己的饮食 一定要少吃盐 每天盐的摄入量呢 不要超过6克 第二个呢就一定要控制 低脂饮食 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把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控制在比较理想的水平 第三点也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我们高血压患者 之所以容易出现中风 这是我们国家的高血压的特点 就是叫H型高血压 那么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 合并同型半光胺酸升高 那么他的中风的风险 就会增加5到6倍 为什么同型半光胺酸升高 会导致中风的发作呢 因为同型半光胺酸 它是体内的一个比较坏的胺基酸 它容易导致血管的炎症反应 尤其容易导致脑血管的硬化 有大型的临床数据表明 我们国家这个H型高血压 就是高血压合并 同型半光胺酸升高的这部分人群 达到75%以上 就是每4个人就有3个是H型高血压 那么大家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自己的同型半光胺酸 看看这个指标是否升高 如果同型半光胺酸明显升高的话呢 建议大家有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可以补充叶酸 我们要求每天只吃0.8毫克的叶酸 就可以对抗这个同型半光胺酸的水平 把这个同型半光胺酸降到10毫克2每升以下的话 那么我们高血压中风的发生概率 就会明显的下降 另一个解决办法呢 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去调整自己的饮食 要多吃富含叶酸的食物 尤其要多吃新鲜的绿色蔬菜和水果 所以对于我们高血压中风的预防呢 我给大家提出了这三条建议 第一个要保证血压的稳定 第二个要注意低盐低脂饮食 第三个呢 要注意你的同型半光胺酸水平 好 关于高血压中风的预防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欢迎您关注转发 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关注我 关注健康 朋友们再见